中国政府真的什么都要管 就连玩个电玩游戏也是限制一大堆 因为他们从去年开始就严格限制了游戏产业 日前又再度宣布要重新开放国产 还有进口的游戏申请 但是新限制却多得不得了 让玩家都傻眼了 包括像是不能有宗教迷信的元素在内 而且打斗的画面也不能有任何颜色的一体 代表说血都不能喷出来 就连游戏的标题也只能用简体字 不能用英文 游戏战斗画面异常火爆 类似的场景以后在中国恐怕看不到了 中国广电总局4月22号 重新开放中国国产和进口游戏审理 不过多了不少新条件 不得出现宗教迷信元素 打斗不能有颜色一体出现 一体也得尽快消失 未成年人游戏中也不得结婚 更夸张的是游戏名称一律不能使用英文 在普通不过的web online也不能出现 只能使用中国简体字 不过还是有些规定 看似跟上玩家呼吁的声浪 例如转弹或抽卡游戏 必须明定抽几次才能中奖 中国游戏龙头腾讯 更是早在去年9月 就推出未成年人家长监护政策 现在更进一步扩大 玩家得满16岁才能直接登陆新游戏 戏调被认定商风败俗的主题后 中国游戏想要顺利上架 就得符合证据正确 配合当中央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不仅限缩中国业者创意空间 更让外国游戏业者 陷入市场与自由创作间的天然交证 三里行为终于报道 针对近阶段电视音频上 穿越剧热播的现象 日前广电总局表示 不提倡对历史表现的 太随意的穿越剧 来来来 吃菜 少加点啊 一口一口慢慢嚼 为什么 一呢 你可以品尝一下我的手艺 二呢 慢慢吃呢 有助于消化 打来了 针编的你可以帮我查一下 里头我掉的一根针 啊 好了 开玩笑逗你了 你在看什么呢 哎 这广电总局说啊 以后不许拍历史穿越剧了 连四大名著都不能拍了 哎 凭什么 说是啊 不尊重历史 哎 就是怕借骨玉金呗 那四大名著怎么借骨玉金 我最爱看红楼梦了 红楼梦 曹雪芹借红楼梦 批评朝廷影射领导 那西游记呢 神话传说总没事吧 西游记 宣扬封建迷信 三个人意 鼓吹国家分裂 我知道了 那这水浒传 一定是说它推广暴力 号召人民起义 不仅是国内的 连国外的 像什么指环王 哈利波特都不行了 那我们看什么呢 听说最近好莱坞 刚刚拍了 加勒比海盗第四集 听说挺好看的 那总行了吧 我看够呛 不过要是编剧 在黑珍珠号上面 加上一个政委 它有可能通过 网店总局的审查 加个政委 这倒是个好主意 那你说的政委 该叫什么名 Joseph 毛